我为你付出的代价 把爱留在身边 窗外有个蓝蓝的天 早晚安 早安哦 早安娃娃 早早早早 女猫现在还好吗 早安 早安玩玩 这首叫啥 可以叫现在这首叫艾雅艾雅 原曲是什么 原曲是by two 还是谁我不知道 对 好有人帮我回答了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最近好多人去打疫苗了 就是 我记得这几天都有人跟我讲说 就是在 在我直播的当天 因为打疫苗的关系 需要 好好的 被我传说一下精神 快点我要运工咯 23到28岁 我现在 明明看啥就是18岁啊 明天也要去打了 记得要喝水哦 要喝水哦 要喝水哦 哇天哪 天哪 天哪 那个 先看这个数不正确 住你的猫 喵 后天也要去 看礼拜六可不可以 哎 请 礼拜六 后天也要去 礼拜五打哦 那礼拜六应该 晚上不一定耶 因为有人说晚上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还会小烧 所以看完直播打针都会顺利哦 我记得小安的应该是蛮顺利的吧 为什么羊熊送这个好蓝哦 就是礼物也是蓝的 羊熊头帖也是蓝的 然后礼物框也是蓝的 晚安大家 大家晚安 嗯 疫苗选择的部分的话是不用多做讨论 但是我只知道近期好像是有两个可以选择吧 AZ跟BNT 但是呢 这是不是很值得让人烦恼 不要给天秤座选择 我也觉得其实能打就早点打吧 嗨 嗨 大家晚安 对啊选择困难啊 不要让我选啊 不就给我一个选项就好了 对啊 如果是全工的话 他就是看你最早可以打哪个 他就会给你通知 对啊 不是 为什么刚刚好到这个岁数就 对 如果18岁的话 18岁的话就是BNT 但本人我其实实际上身份证年龄 好歹也是有个20块21 所以 哈哈 谢谢man 铺得住你的妈 头贴很可怕不要点 我刚那个稍晃一眼是绝歌吗 还是 是 哦是翁翁耶 天啊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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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我有点进去确认 面面我推荐BNT 我打AZ已经很吵 嗯 所以 酒蛋有副作用吗 还是只是 就是 大家打完的不舒服很强烈 就是有很严重的药物副作用 还是就是很不舒服 结果现在是 蛤 比较有名 晚安啊大家 对啊 20 21介于年轻跟不年轻之间 虽然说有选项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今天下午已经打了今天躺了一整天 开始烧了吗 我跟你说 那个 有人说打完疫苗 洗澡跟不洗澡这件事情 是很 就是 就是他们都说医生是说没有关系 但我真的觉得洗完澡之后 比较容易修起来 我们家两支都是一洗完澡之后 就不信邪的冲上来了 不是说AZ第一剂惨 其他是第二剂惨 有些人是AZ的第一剂反应比较大 然后打第二剂AZ的时候 反应就比较小 但有人说其他的 其他的疫苗 第二剂会比较不舒服 副作用就跟感冒一样 其实烧比较久 我们家的烧 烧 比较严重的是烧了两天 对吗 冲热水澡 差点昏倒 所以其实推荐大家 如果真的要洗澡的话 可以速度 就是 走一个战斗走的路线 对啊 全身酸痛烧了两天 就是 我们家最惨也是差不多烧了两天左右 对啊 统计都是平均速 其实还是要自己实际打的 看每个人的身体 副作用是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抗体反应是不一样的 但是 就是要有心理准备 打下去了这几天要好好的补充能量 最好是可以躺在家 但是一直 补充食物跟水 发烧就冲冷水 待会躺上船就知道了 没有没有 我还没有打 我也是要等我的年龄到了 我才打 严重副作用真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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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 几率小但还是有啦 明天晚上要打 从今天开始要好好喝水喔 从今天开始喔 从今天开始就要好好喝水喔 先把身体调好 制约预约 我们现在 只有 只有登记而已吧 预约不是 至少也是 第八轮吧 第八轮是 9月10号 打完两天之后 超饿很正常 身体一马上回复 就跟我每次肠外炎完之后 一能吃东西 就会超级饿 差不多的感觉吧 对啊你看 那就是 酒蛋也是发烧啊 还蛮多人 就是都是烧 而且有些人 其实有烧到 两三天左右的 加油 撑住 撑住了那个 叫做什么 抗体就是你的了 抗体是谁也拿不走的 撑住这个发烧 就过了 加油撑下去 哈啰 哈啰 打钱多补充维他命C 我最近被说要多补充 B 维他命B 然后还有什么 铁 他讲了很多 我只记得了这两个 其他应该不重要吧 哈哈哈哈 开心 我只祈祷大家下周都很开心 大家下周看直播也要很开心哦 睡衣公演准备的顺利吗 我已经收到大家的树洞了 还在取舍一些 某一些 某一些看起来就不能用的歌 挺多人给我投稿福利熊的嘛 综合维他命吞下去 是不是有人说B群 有些B群会 暈啊 会想吐 没有不是所有B群都会变黄 好像B2才会是不是 有些B群不会 晚安 有没有这相关的专业 下一期有包含 18到22岁 7月19以前 登记志愿的民众哦 下一轮是第八周 大家要好好把握时间 登记一下疫苗的意愿哦 有人闻到那个味道会想吐 蛤 哦第八轮 第八轮有第八轮 下一轮是第八轮 下一轮是第八轮 我记得是9月10号吧 对再还没看到 不是看完了睡衣公演也要健康好不好 这个健康维持的期间不能那么短 主播40应该早就难 早就已经打了吧 嗯对主播40 但是我在18到22的Range哦 请示板上的一天满脚 请示板上的一天满脚 毕竟你们知道 那个我们的疫苗登记是看 就是以我的外表 我的颜值以及我的皮肤状态 看起来就像18岁 所以就算我实际上是40岁也没有关系的 谢谢玉安带我去流浪 请务必健康 大家大家加油 加油 对啊主播40 但是没有关系 反正大家应该知道 疫苗都是看我们那个 保养得移的 就是差不多我 应该是落在这个 下一次第八轮的吧 毕竟前面都没有轮到我嘛 第一轮也太早了吧 第一轮的年龄才不是40耶 你真的主播 对啊你看 我真的就是一把年纪了 我才在找副业 直播是我的副业啊 其实我的本业是 我的本业应该是什么 藏身不老药 是不是是不是 我是熟女型的 熟女型知识型偶像 主播要怎么样保养 跟我保养得宜 定期每周三每周六晚上 有收看我的直播 就可以得到我的保养秘方 我是卖仙丹的 没有 其实大家应该 诶 你们觉得看完我直播都没有特种 就是有一种 特别 就是虚脱 或者是特别有精神吗 就是虚脱的原因就是 因为其实我平常直播的时候 就是在吸收你各位的精气 然后吸收吸收 不小心可能会有些释放太多 如果我身上一直散发的那种亮亮亮亮亮 就是我最近就是 有点超窄 所以就释放一点给你们 然后你们就会觉得 今天特别有精神 所以其实你看完直播之后 特别有精神或特别虚脱 都是因为 是我的原因啦 真假这样面面数学会变得好吗 哦没有我会挑人 我会挑人 数学我用不到我就不需要 谢谢明晶 今天要多吸一点 有看到我在散发那个吗 光芒 后面 看完全身无力也太惨吗 会发抖吗 会冒冷汗吗 会发烧吗 黑上面腰 那个之前那个叫什么啊 倩女幽魂里面有个叫什么 黑山脑 不是吧 是黑山吗 就是黑山老妖吗 看完会想睡 那就是你很棒啊 看来你年轻力壮 还有被四十岁的黑上面腰 天山同老 那黑山是什么 黑山老妖是谁的 我看看 黑山老妖 有了 也是耶 《倩女幽魂》 江国龙跟王主贤主演的电影 87版还是87版 倩女幽魂當中的人物 原著是沒有這個角色的喔 天生同老是天龍八部的 有人生氣喔 請問一下是87版還是87版 就是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數字應該不是一個實際數字吧 倩女幽魂應該是面霸面霸去約會時代的電影吧 應該是差不多了喔 哥哥差不多就是我媽年輕的時候該追隨的 大話西遊當中的黑山老妖 1987 喔 所以是1987年叫87版 那為什麼不叫1987版本叫做87版 因為拍了太多次所以又年糞紛 可是張國龍的那版不是最經典嗎 因為我到現在還一直有在看到的都是 都是張國龍的版本在重印耶 大話西遊很浪漫 1987你還在看淘汰藍喔 1987要問上一個我 我不確定上一個我在做什麼 對啊我 我還小 嗯 嗯 實際年齡 實際年齡 實際年齡還少 別人不一定說幾年 我跟你說 我現在 我知道 你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看到 切謊 前幾天去了一個展 大家就是分享之後 之後好像在北流會有一個長期的 華語的音樂展 他就是從以前的華語歌壇的歷史 一直到現在的 然後就是一個 我好想去看 我超想去看的 然後 對當年的87 並沒有87的意思 現在87版會讓我困惑 然後反正我就看到介紹 我就很好奇 我想說我怎麼沒有跟到這個展廳 後來才發現是9月18之後才開始有 然後一直展期展到2026年 然後那個時候 反正切謊就寫說 他記得 他記得那個 有什麼 他記得乖乖虎 霹靂虎 還有一個什麼虎啊 什麼 帥帥虎嗎 然後我就馬上回他說 是小帥虎吧 但是我的心是乖乖虎的 對啊 展到2026 對啊 跳跳虎 還有可愛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欸巧虎沒有辦法變三個字 嗯 嗯 巧虎皮 你的心是巧虎的 不是啊 你們不覺得乖乖虎很可愛嗎 因為有時候還會看到 以前他們的一些表演片段 然後 我有一次看到的是那個 就是他們的那一首歌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那首歌完全都是手語嘛 然後他們有一次演唱會 很帥耶 就是三個人 他們就是三個人 哇 你家以前還有吳契龍的抱著 就是 對對對 是蘇友棚 就是站在 欸等一下 媽我忘記 我忘記小帥虎的本名了 陳什麼 陳志鵬 陳志鵬 陳志鵬最近還有參加 對 現在還有在參加一些的節目 如果大家還想看陳志鵬跳舞的話 聽說 聽說非常的厲害 對 喜歡跳跳舞喔 對 他現在完全 我上次看到他節目有一個造型 看不出他的歲數耶 就是很厲害 而且聽說他現在是 他現在超厲害的是 聽說他現在舞蹈都是完全跟得上的 就是跟得上 就是整個節目 我記得 反正我記得那個節目就是有很多以前 以前 算是老一輩的藝人有去參加 然後就是 大概是我們上一輩非常紅非常紅非常紅的藝人 然後就是有回去跳舞之類的 體力真好 怎麼辦 我 我現在 說不定都沒有他好 也看不出我的歲數 對啊 其實我差不多是那個年代的 那個年代 還記得那個時候 小虎隊 你們知道嗎 他們在車 我們會跟著車後面跑 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在車上 哇賽 貨櫃 對 那個貨櫃你們還記得那個畫面嗎 你知道 年輕妹妹們都是跟著貨櫃跑喔 就跟著他們的演唱會爬爬走 還記得那個時候 那個演唱會的舞台有多大 然後霹靂虎穿著一身 很帥氣的軍裝外套 從中間走出來 那個風 天啊 最喜歡他們在那個 你知道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舞台沒有特別太 太多的特效 他們就是三個人就是輪流跑 然後就是舞台有三個面向 啊 看著不同的人走過來的時候 那個尖叫聲四起 這個話題我只能Google 我沒有 我當然沒有看過現場的小虎隊 以上來自另外一個我 在隔壁 在隔壁 霹靂虎一定要後空翻的啦 身歷其境的感覺 沒看過小虎隊很正常吧 但是小虎隊的海報絕對有吧 我發現那張海報很多地方 隨處可見耶 就是有很多那種很古色古香的場景 有的都會貼你們知道嗎 麵媽應該有錄影帶吧 我記得麵媽年輕的時候不追小虎隊 你們追的是誰 阿姨那個時候超愛誰 叫什麼 你有追小虎隊 快點欸我要聽阿姨追的 真的不追追真的很久了 沒有人認識這個人 真的嗎 你講啊 許偉 許偉 英格林許是什麼 不是他沒有英格林許內容 不是他沒有英格林許內容 你們之前不是有講一個 你們之前不是有講一個 許偉 竊董有聽過 Q毛竊董 我看到有人寫report寫Q毛竊董 片片的歌單這麼廣 紅孩兒 紅孩兒年紀是對啦 年代是對的 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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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聽過嗎 我是真的比較少聽 但是因為小時候有跟他取經過 我很好奇就是 麵媽跟我阿姨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到底都追什麼 但是他們沒有很瘋小虎隊 所以其實我們家沒有什麼 珍藏的小虎隊 什麼錄音帶可以拿來賣 不是 我是說 拿來分享 對吧 沒有聽過 我也沒有聽過 而且我沒有聽過許偉的歌 但是聽說當初阿姨跟我媽的牆頭上還有海報 有 優克里林之類的我也聽過 但是他們也不追 但是優克里林的作品還有聽過吧 現在 現在應該知道吧 優克里林應該沒有不聽過了吧 老大 老大 老大辛苦了 老大是不是最近又開始在撞錢養家了 老大好棒 老大養我 老大我愛你 威英良品開心了 威英良品應該 威英良品我好像還是沒出生 但是應該已經是麵媽阿長大之後了 直播有講過虛偉 但大概一樣是同樣的話題 因為其實我只有在 我只有在我媽的嘴裡聽過 你跟許偉一定比較熟是吧 那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 女神漂亮嗎 老大晚安阿 老大晚上好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 大家打招呼都打得這麼勤奮 楊熊嘴好甜喔 楊熊嘴好甜喔 一定是因為我的蜂蜜層比較淺 小香隊 這個我沒有關到 抱老大大大腿 你看你看老大 小安說你大腿出入可以抱你的大腿 絲毀是施雅媽媽的偶像 絲毀是施雅媽媽的偶像 真的是同一個年代 天阿 沒有啊 沒有啊 剛剛她不就是打這個嗎 不可能我今天左眼感覺沒有東西 斯亞才曾經說過 無離無遠的眼偷偷在身影 Beat 金睿瑤的年代 輕秀的男生 我知道以前都流行比較輕秀的面容 那個尾 玉字編的尾 想不盡的尼 花美男神徐尾 等一下 此徐尾非徐尾吧 呃 台中人 他是歌手 參加了什麼 參加了台式舉辦的歌唱比賽 拿下了總冠軍 是年紀最小的冠軍得主 成為了台式的基本歌星正式出道 請再瀟灑一些 腦人的秋風 我真的沒有聽過 我來看看 欸他現在還有在出來欸 有有有有 他說 睽違22年重返銀幕 螢光幕 虛偉唱彈 不被美光燈包圍的日子 他 2018年的時候還有在上一些節目 好強喔 面面四十了 欸真的有真的有 而且 他是參加那個 MARCH經典秀 我真的沒看過他欸 虛偉大哥 虛偉大哥 在前輩 虛偉大哥其實呢 在我這個小時候就已經聽過 好瘦喔 算是我們非常資深的偶像 虛偉大哥你先說你的絕技是什麼 我的絕技啊 就是 設計設計 設計喔 好 他年輕的時候 好漂配喔 嗯 感覺 想不到我阿姨愛的是這種型 好意外 不然我扶純詩雅 對 我的絕技是喘小提琴啊 老闆有遇到的話可以幫面媽要簽名 你說 你說虛偉大哥嗎 還是遇到什麼老大嗎 別笑啊 沒有沒有 我很意外 我很意外 我阿姨 阿姨年輕時也追偶像 當然看過五燈獎啊 我認識的人還上過五燈獎勒 欸 我們 我們家裡有親戚以前有參加過五燈獎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小時候就跑去把五燈獎的片段 拿來看 除了就是看我的 看我親戚在五燈獎上面的表演 跟看其他人 五燈獎現在還找得到吧 其實網路上還蠻多片段的喔 來電五十 我愛紅娘 王子的約會就比較現代了 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 究竟可以得到幾個燈 三個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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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記得 如果欸我小時候這個年代的話 大家應該知道是超級便便便吧 我這個年紀的話 我這個年紀的話 如果是20的話 應該是超級便便便是我小時候超愛看的 五燈獎是當年的神節目 我長大之後就沒有看過五燈獎在電視上傳播了 但是還有看到還蠻多其他 像是那個一直在哈哈哈哈的那一部 就什麼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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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說笑 什麼 大家 反正之類的 絕對要是屋頂上告白吧 你是說 你是說那個嗎 日本 日本有一個很喜歡在學校上面告白的 對啊 這是大校之歌 十字路口 是我小時候的節目 我小時候的節目 十字路口還在 就是不是重播 是新的 就是一直有播新的 十字路口 校園風神棒 好像也是我小時候的節目 但是我沒有看 這個我就沒跟到 鐵絲玉玲龍 T3有玲龍 反而是我長大之後才有看到 我要去哪裡 現在你要去哪裡 空娃娃 我愛黑社會 我跟你說我早 我以前不太追 就是 三次元的偶像 或藝人 我一直到 我好像一直到 高 國高中才開始追日本的偶像 所以其實在這之前我不太 就是跟 台灣啊 什麼其他的那種藝人 我不是很熟 然後我只記得 我小時候會去住我姊姊家 就是 我們親戚 然後我會去住親戚家 然後都會是姊姊跟哥哥照顧我 然後那個時候 我姊姊會早上 八九點起床 看 我愛黑社會 然後 就正常 正常我在家裡的睡眠時間 跟親戚家的睡眠時間 比較不一樣 然後我會認床 所以那個時候 我 睡不太早 等下我就是大概可能 凌晨六點多 睡著了之後 九點多就會 看到我姊姊起床之後 我就跟她起床 然後就去客廳坐著 然後就看我愛黑社會 然後 可是那個時候 就是其實完全不認識那些人 但是就是覺得 好有趣喔 而且 因為我姊姊的關係 我會看那個 之前有冰淇淋少女組的選秀 然後也是那個時候出現了 大小姐 對吧 對 早上看重播 我愛黑社會 妹妹們上課囉 啊 鬼鬼 那個時候 我愛黑社會的時候 鬼鬼還很小 然後我記得鬼鬼還在 比賽的時候 年紀超小 然後超可愛的 因為她很小一隻 然後笑起來好甜 妹妹如果年紀在大點 當初會參加我愛黑社會嗎 這樣看狀況 不知道我愛黑社會 是不是可以 就是不經過家長同意的 但我就很有可能出現 冰淇淋跟大小姐是一起的 我記得當初就是 欸 是一起的吧 我記得是一起的 就是她那個時候有一個 節目是 完全做起來 就是在征選 那個 我不確定是不是冰淇淋少女組 反正我確定一定是有一個少女偶像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都是早安家族的 然後 因為他們選 那兩個女生選上了 但是因為年紀太小了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 還是在台灣把他們兩個簽下來 然後另外組一個團體叫大小姐 然後其他的被選上的其他成員 就是去日本法長 我記得是 對吧 大雅 古靈精怪美少女 大雅 古靈精怪美少女 大雅 古靈精怪美少女 你也記太清楚 因為那個時候就真的有在看啊 而且大小姐的歌我還cover過 我 因為我 我有一個妹妹 我有一個 上次也是小時候玩在簽妹妹 然後她就是很喜歡 很喜歡 我原本小時候以為她會走這個行業 但是我也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想 然後反正就是她那時候很喜歡大小姐 然後後來很喜歡 她後來很喜歡誰 欸 她後來很喜歡 欸等一下 我忘記了 那個 那個 對對對 她就是 大小姐剛出道的時候她就開始追了 然後 就是 我也有點被拉著一起追 所以就是有一起關注很多大小姐那個時候的動態 然後 後來她現在是很喜歡安心亞 沒有 沒有 佐佐悠悠我就沒有追了 欸但是那個妹妹也喜歡佐佐悠悠 但我後來就沒有 沒有在追 小時候不覺得會走這一行嗎 小時候沒想過真的會走這一行 但是想走這一行 就是 就跟李夢淳說的一樣 就是 夢想就以為一直都是夢想 就是有想過 但是沒想過會真的成真 你懂嗎 就是會想過啊我在舞台上 拿著麥克風唱歌 然後 不是拿著麥克風 是掛著耳麥 掛著耳麥唱歌 但是沒有想過自己真的會站在舞台上 看吧 烏魚現在還是蘿莉控 沒有變啊 你現在還是蘿莉控 好 可是狗狗真是可愛到大 他到現在還是很可愛 還好不是陪同學去真選自己上的故事 你們知道其實現在很多成員也還是這樣子的狀況嗎 還是很多是同學或者是其他家人 就是陪他真選結果最後是團員上 但是因為其他團員沒有自己分享 但是還是蠻多人這樣子的 而且我聽說就是各個地都有這種狀況 喜歡便便應該不算蘿莉控吧 我是啊 我是 我想沒有稱過我自己是蘿莉算了 不是 別擔心 好幸運 送贏跟耳麥應該是高興很久 還會帶著 我跟你們說 就是我之前曾經很心動一件事情 但是我後來覺得這也太浪費了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 就是因為耳麥啊 耳麥就是 但是耳麥一點用出沒有 這是真的 因為 我們又不是什麼 就是 不太會有那種 唱套演唱會有需要到用耳麥的 所以也不可能會有自備耳麥的狀況 比較有可能用到的只有耳反 然後 因為我其實有在追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 對我曾經有想買過耳麥或耳反 然後因為我有追其他的偶像 然後曾經有一次他們就是一個 類似 類似 類似總選的一個比賽 然後 反正那個時候他們的獎勵就是有做一個專屬他的耳反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偶像拿到耳反就很開心 然後我就覺得說 嗯 耳反就是感覺有自己專屬的好像很很很特別 但是 老實說 我不是一個特別喜歡用耳反的人 就是 因為耳反他是聽自己的聲音嘛 其實通常只有在很大的場才需要 我到目前為止 我只有在大港 大港 開場 跟某一次蝦皮直播有用過耳反 其他的我們都沒有 因為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想一下 第一次要用應該是小巨蛋吧 當然因為小巨蛋耳反數不夠 所以那個時候只有正式生的幾個人有用耳反 然後其他人沒有用耳反 然後我那時候還想說 會不會 就是會不會差很多 我後來發現帶了耳反 我反而比較不習慣 小巨蛋的時候 不夠 所以我記得 有耳反的人很少 所以 我們雖然有上去唱歌 但是 就是那一首叫什麼 我們先上了哪一首 先上LOVE修行嗎 我們先上LOVE修行對不對 那個時候 我們也沒有帶耳反 有耳反要習慣 不過可以聽到自己的聲音 然後後台會說話 怎麼是你問我們 我沒有問啊 我剛剛是肯定劇啦 只能聽現場音 對 當時小巨蛋只能聽現場音 聽說有一點差別 所以在跳 所以在跳那個勇往直前的時候很緊張 因為你知道勇往直前的甩頭啊 你下去如果速度不一樣的話會很明顯 所以那個時候只能看著有耳反的成員下去 然後我們要趕快跟著下去 因為小巨蛋太大了 他的回音在聽到的時候 他們頭已經下去了 然後我們在彩排的時候就有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 勇往直前就是 啊旁邊的頭下去了 趕快下去 然後就很怕音話不同步 場地大到等到聽聲音就來不及了 對 歌手訂製的真的很貴 所以那個時候看到自家小偶像得到了耳反的時候就覺得 哈哈我也有出一份力太開心了 這就是粉絲的心情 希望大家這次的居家年曆也可以有同樣的心情 希望這次的成品很棒 可以 聽說可以多多期待 那我也要多多期待 而且今天已經開始訂購了對不對 我記得今天開始 然後到十月十五嗎 到十月多 期待期待 跳錯有感覺了吧 肯定有感覺了吧 跳錯跟 跳錯跟音話不同步 那個完全不一樣 跳錯還是會有感覺的 可以期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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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我會收到年齡嗎 我不知道 我要去要公關品 這樣我才可以業配啊 我剛剛要講什麼 我剛剛不是要講年齡 我剛剛不是要講年齡 耳反 對 在耳反之前還有什麼 喔 我突然想到了 我要跟你們分享 我要跟你們分享那個 拼圖48的故事 原來大家有講 我也好想分享喔 太有趣了 決定要哪個月了嗎 這是可以自己選的嗎 拼圖48的故事 這真的是 我太佩服大家了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拼圖48 當我們 我們那一場的拼圖48 當天後台出現了一個 非常 非常 非常有趣的小故事 剛剛無期會就收到姊姊的訊息 你沒收到嗎 這個小 這東西要當作沒聽到嗎 你各位 你們要當作自身事外 完全不知道 你們 你們只能知道 你們只能知道 年曆要預購了 聽我的說法 好嗎 來介紹一下拼圖48 當初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呃 因為我們這一次 大家有沒有覺得 MC4特別快 我們MC3的時候 感覺 蛤 拼圖師啊 叫我們問別人 那 那我不要回答 哈哈哈 去問斯亞 那我不講了 那我不講了 各種甩 沒有 斯亞才不雷 好不好 斯亞才不雷 請大家不要怪斯亞 等一下國術好壞 她已經把別人賣掉了 她還告訴我是誰賣掉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迪說問斯亞 然後斯亞不說 雅恩說問斯亞 雅恩不說 不是 不是斯亞雷 不是斯亞雷 大家不要覺得是斯亞問題 這件事情跟斯亞其實沒太大的關係 是斯亞雷 這是 我跟你講 公演出一些插曲啊 其實跟所有演唱會後台都會出現一些 就是有的沒的小事故事一樣 但是我只是想跟大家炫耀Daisy的臨場反應有多快而已 重點不是誰雷 對 但是不是成員雷 我想要幫成員講話 不是成員在雷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說是成員雷 因為真的不是成員雷 對 但是我要炫耀一下Daisy有多強大 天啊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 對 是燈雷而已 有聽到欸 她說 有聽到欸 她說 是 是 就是嚴格來說是燈的問題 就是沒講好燈到底是什麼顏色 然後在同一場出現了不同的意思 同一個燈 在同一場裡面出現了不同的意思 所以 對 這件事情 應該不能是 那個吧 算是成員人 應該是燈 就是那個燈 為什麼要是那個顏色 為什麼要是那個沒看過的顏色 對吧 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Daisy太強了 你們叫Daisy 請問當天有人發現Pin248有發生事情嗎 超級給力 大家 激動性超強 威爆了 對 在考驗成員們的默契 我跟你們說 你們可以去看 因為 就是 我 我回去講這件事的時候 然後我媽媽那天有看公演 然後媽媽跟我說 我那時候聽到後台 我還 就是 我那時候聽到後台有一個 蹦一聲 想說 啊 要下歌了 沒想到居然是後台出事了 你們要去腦海裡看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是不是吃到他的痛處 反正就是 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發生了 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 我們MC3的時候啊 我覺得 其實還蠻久的 因為我們上一場 上一場的時候 有一點點久 上一場的MC3 MC4 比想像中拖的還要久 就是比之前的 非線上公演還要久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感覺這一場 MC3 MC4 可能也要再稍微拖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 後台人力有點不足 所以其實大家 速度 速度上面 沒有辦法迅速成那樣 然後那個時候 就想說 MC3 就是加油加油加油 然後撐完之後 我就想說 啊 接下來就是MC4 然後我們就在後台 又再換衣服 換衣服啊 然後大家頭髮都是汗啊 就吹一吹啊 那種妝髮 然後反正 大家都還很悠閒喔 因為想說 我記得上一次 上一次還蠻久的 所以就想說 因為我們上一次脫很久 感覺這一次MC4 也會脫很久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 就是很悠長 我跟你講 真的一點都不急迫 想說他們話題應該都有準備吧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還在 還在跟後台 我還沒有發的照片 我們後台有個很可愛的小黏土 然後我還在跟黏土合照 然後 我們還在換衣服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哎呀 就是 詩雅撐場啊 MC4好好發揮一下 然後我就 後台 從休息室走出來 還有一個小區域 就是我們拿麥克風啊 跟姊姊 就是姊姊 整 呃 檢查 最後檢查我們衣服的一個區域 然後 當然要有時間吹頭髮啊 不然我們下去長得跟落湯姬一樣 就是我們還要整理頭髮 或者是有些人會要重綁 如果不幸跳得太激烈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 我就有時間 因為我算蠻早下去的 然後換一換換一換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繼續自拍 然後我就走走走走到外面 然後 我就聽到 大家還在彈笑的 非常的愉悅 還有笑聲 然後就聽到詩雅的一句 嗯 其實三週年過得非常快 那接下來 希望聽到這首歌曲 大家也可以繼續回憶著我們三週年的點點滴滴 然後說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MC4是什麼話題 MC4話題 好像不該回味三週年喔 等一下 為什麼要回味三週年 就是 對 為什麼要做總結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嗯 不太對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正常來說 我們在後台不會很認真 聽前面MC的內容 因為我們自己就是要趕著換衣服嘛 就是弄一些其他照片 或者說你們後來看到我們公演完發照片 都是我們在後台急急忙忙拍照出來的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不對啊 就是 怎麼這句話這麼抓耳朵 我平常也不聽MC的 怎麼今天這句話特別抓耳朵 然後我就抬頭我就說 姐姐 然後那時候姐姐也很悠哉 因為那時候大家還沒有要檢查衣服喔 大家都沒有檢查喔 就是大家穿好而已 沒有檢查而已 然後 對 剛剛不敢 因為都還沒有到最後緊急了 可能最後一兩分鐘 大家就是最後要檢查衣服要上台了 大家只是剛穿好衣服了 就可以去拍照了 然後就是 還沒有檢查 例如說有沒有穿膨裙啊 或者說其他 都還沒有開始檢查喔 然後那時候我就走到外面 然後我想說 不太對啊 我說姐姐 然後姐姐就看著我有點驚恐的臉 看著我 是我有點驚恐的 然後就想說 嗯?幹嘛這麼驚恐的臉 就是怎麼了嗎 她就問我說 蛤?怎麼了? 然後 另外的姐姐 聽到這個姐姐問我怎麼了之後 也把眼神飄過來 就看了我一下 然後 思雅的下一句是 請聽 拼圖48 然後姐姐前一秒是問我 怎麼了 下一秒是 蛤? 她也是 蛤? 蛤? 我 我就說 我就說 大家出去 大家出去 我們 我們 蛤? 什麼carry? 什麼自己carry? 不是啊 什么意思 没有 我才要说 什么 刚刚有人说 刚刚那句话我可以讲出来吗 是吗 是有人的留言吗 有人说我在炫耀我自己carry吗 不是不是 只是我们发现这个时间 已经是最后 最后大家要冲出去 就是大家刚好在最后的时候都有听到了 然后大家 大家都是在最后一刻冲出去的 原本应该要跟我出去吗 不是 本来应该要是大家都准备好了 然后才 才CUE 不是不是不是 我现在不是要炫耀我自己反应很快 我是要说大家大家机动性很快 有原因的 因为后来 后来就是我们冲出去之后啊 大家就是拼命的很很慌乱的 连麦克风因为麦克风上面都会有号码 然后大家就是 一拿起来就是 记号号号对 然后就冲出去 然后 你知道我们就是 假设这是麦克风 就是一拿起麦克风 然后就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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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道帘子 就是前面就在跑 然后一道帘子就 然后重拼 就开始跳 然后 所有人就是前面很慌张 然後一大步連外面就沒有表情 瞬間鎮定 馬上結完 然後但是我們後來跳來Pinto4DA之後 回來就說天哪 剛剛好想笑喔 全部一臉裝沒事 然後重點是因為那個時候 妮妮流很多汗 大家有看就是當時妮妮是第一組唱歌的 然後對妮妮才是最鎮定的 我也是超佩服的 因為那時候她還在吹乾頭髮好像 就是她反正她還在妝髮間裡面 然後她那個時候 我記得反正我就記得她 她那個時候我還在妝髮間看到她 然後可是我已經拿了麥克風出去了 然後後來她就是因為第一句就是她 然後她就完全就是很鎮定的拿著麥克風 然後從後台一邊唱然後一邊往前走 我就說 太厲害了這個 這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後台驚叫 後台的驚嘆聲連連 我想說麥克風開了 就是你知道音樂一下麥克風開了的時候 怎麼大家沒有聽到後台傳來的尖叫聲 大家應該應該要聽到後面慈慈筆弱的 摳摳摳摳摳 就是麥克風拿起來的時候 摳摳摳摳摳 後台紀錄片真的太帥了 為什麼我覺得剛剛那一段沒有沒有沒有把 沒有在後台全紀錄真的是好可惜 沒錯就是被燈片了 對啊你們看到的是眼淚原來是別笑不是感動 對啊我覺得我覺得大家太強了 而且就是你們知道就是拼圖風貼那一次 就是大家都沒有看出來 連現場的切董都沒有 他的repost數他沒有看出來 然後我看到很多人還說拼圖風貼好感動哦 大家的表情都很好 然後我就笑了 大家的表情都很好 而且你知道真的太carry了 你知道嗎就是 大家走出去之後 你知道瞬間那個氣氛的轉換 只有一秒之內 而且是全場轉換 你就會覺得 大家好強 我覺得真的是 還好沒講拼圖 我也覺得 Daisy的大家太專業了 好開心哦 你知道嗎 那一次我覺得 我覺得這次的表演這麼印象深刻 還有就是有這個點 因為太緊急了 但是大家表現都太好了 然後我們回去之後就一直在笑 然後一直在說 但是真的太強了 突然的冷靜 剛剛又示範了一遍 大家好棒哦 我們回後台之後 一路笑我六分鐘 對 你們到Anker的時候準備我們 所有人都說 剛剛真的太強了 剛剛有人衣服還沒穿好了嗎 然後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真的 哦對就是大家 大家因為他的那個袖子啊 什麼的都還要黏好 然後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有人在舞台上面的就是 做了一些就是 在check衣服上面 都有沒有黏好的動作 超自然的 就很像 因為我們前面是一個 拼圖的前面有點像是一個 心路歷程 就是無論是我公演的準備 然後這段時間 成員們的相處 點點滴滴 或拉筋練習 然後或者是你看 就是對於衣服啊 上養上場前有沒有準備好 就是完全是 融入那個氣氛裡的 然後 就是還有人 可以一邊 檢查衣服 然後做的超美 以為的擁抱 其實在互相扣口子 我覺得超好笑的 大家這次的 這次的公演真的是 經典中的經典 希望大家看到Pinto48 都可以非常的感動啊 等一下 大家有感動 可是沒辦法啊 剛發生的這種事情 剛發生的這種事情 你看你看我們太厲害了 都快哭了 還你眼淚 我們還 其實我們雖然 雖然 我們是在感動我們自己的 三 你看 三週年 你們在感動我們的成長 我們也在感動我們的成長 我們現在的機動力有多好 你不覺得真的很棒嗎 三年來的成長 就是我們對舞台的反應 也不要笑了 要感動我們 我們長大了 我們現在太厲害了 經驗 經驗老到 才三年而已 才三年而已 發生過相反的事情 你是說 一直沒有 Cue你出來嗎 本來就要笑著啊 感動也要笑著好不好 要一邊哭一邊笑 現在還知道什麼叫成員 跟粉絲一起成長 有嗎 這次有 你這次有認真的感受到吧 成員 成員的功力也成長了 跟你們一起經歷過的回憶 也增加 也增加了 最希望的模樣 AKB4TEAM 不知不覺的成長 對 有人有發生這個事情嗎 我發現很多人的開頭 都是不知不覺 已經三週年了 不知不覺的 已經到了現在 不知不覺的 已經過了三年 不知不覺 我們也已經走到了這裡 不知不覺 我的開頭也是不知不覺 抱歉 我也講了不知不覺 真的是不知不覺 我就上台了 一堆這樣寫 真的喔 連信裡都是喔 我沒有看過大家的信 但是我在 我在 MC 的時候 我也講了不知不覺 就缺一個有知覺的人了 怎麼辦 不知不覺就推了好幾個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 我從你 還沒有知覺到現在有知覺 嗯 我都看在眼裡喔 波姿不覺 就入坑了 愛情來得開快就像龍俊鋒 選擇推的偶像也是這樣子喔 又灰藍的深處 淋淋的信 看懂是看懂 那有些 自不覺的 不知不覺 對啊 不知不覺是這次三週年的標題 三個轉眼之間 十四個 十四個不知不覺 對 欸但我很好奇 官方這次放了圖 他放了 我們到底為什麼會笑得這麼嗨 而且 我笑得也太嗨了一點 不知不覺已經四週年了 對啊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笑得這麼嗨 到底 而且 你知道 我之前 就是我之前有 有朋友 看了我們 很官方的照片 之後就跟我講說 欸 菜兒 我說怎樣 他說 我覺得你應該要收斂一點 我說幹什麼 他說 你有沒有發現 整張合照 就你自己笑得最燦爛 你整個完全沒有收 你笑得豪放不羈 你整個臉都不 就是你整個眼睛都不見了 我就說 你拍照 可以 瘦一點嗎 對 他就說 整張照片就我笑得最猖狂了 我說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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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盡量 結果這次更慘 這次直接一個 對 這次是 得以得笑 太好放了 尤其是這次我覺得我要被他唸了 如果他有剛剛好看到我們官方圖的話 做自己 對啊我的朋友們都好誠實怎麼辦 導致我的觀眾們也太過誠實 對啊 這次這麼燦爛怎麼辦 都不幫我嘴巴修小一點 晚安小說 小說拿張幫你加油 謝謝沒酒的相守之星 bouzi 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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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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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环跟小姐还有余恩 阿环熟可拉卡 谢谢剑谷 谢谢爱鲁 谢谢薄丛 薄丛薄丛 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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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pzdzd 人家可能是想修也修不了 可以帮我嘴巴放小 我笑到眼睛就不見了 你們都說我的女友蹲下太豪邁了 可是那是特色啊 是姐妹鋪得像手之心 對啊 深血嘴巴都收得很好 這不是當然了嗎 老闆要更新一下 沒有女友蹲下不是這樣 對啊 而且其實這是一個小小的trouble 就是我一開始一直以為都要那樣蹲的 我到後來才發現沒有人這樣蹲 所以一定是我一開始學錯了 就是我不是故意要帥 但是我那時候一直以為蹲下然後飛穩 是在揣測學長的心境 所以我才蹲下飛穩的這麼帥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以為那次舞蹈動作本來就長那樣 我後來第一次看了公演才發現不長這樣 就是我一開始以為不是 對 我一開始以為這是學長 我一開始以為這段是學長 就是 你知道女友的這首歌 他就是很多地方一下是揣測學長 一下是揣測我 就是那個應該算是自己本人 就是故事 故事學妹本人 對 我是學妹本人 然後就是一下要放花吃 然後一下要當帥氣的學長 必動別人之類的 結果我後來才發現 欸 原來只有我一個人長得不一樣 學長蹲 學長蹲完學妹蹲 大家有看到我跟思雅嗎 我跟思雅這一次的互動變了一點點 學長好 不要用別組的狗來騙我 對啊 我一個學長配了好多學妹 好開心喔 而且我一直都飾演學長欸 我在我跟思雅的那一段我也是學長 摩托很讚嗎 對 這次對摩托 欸 有tag到嗎 我不知道 這一段是全景嗎 還是有tag到 掰掰 喔 你是說先掰喔 我還以為先掰 先掰 學妹好喔 學妹好 各位學妹好 各位學妹們 全景有看到 也是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 因為全景的時候 你們眼睛就會抓想看的地方了呀 可以叫我面學長 我打球 如果我們未來有類似這種 要求來運動會 你們就會知道 我的球技如何囉 畢竟他說 這球賽不能夠 沒你的加油 他說完轉身就走 學長打球嗎 沒有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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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不該擔憂 你自己想想囉 說不定學長很會欲擒故縱 所以學長到底有沒有去打球 我就邀你去看球賽了 那當然是我要去打球啊 不然我也去當啦啦隊嗎 罰球PK面面大概十球中兩球 哇賽我不知道我的 十球中兩球 我不知道我的投進率 有沒有這麼高欸 還扒臉 我沒有扒臉 那是壁咚 我沒有往臉扒捏 對 反正是有情人節巧克力喔 那裡面有附信嗎 還是其實就是人情巧克力 裡面有寫信嗎 有寫信的話我就熟 考慮一下 面學長的球技 這個也不用太期待 欸我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不會讓我們 有打籃球的部分喔 十中二隨便都會可以 可能太大抗 本家有看過 有扛成員 扛成員 扛成員 投籃 我答應過 不能夠沒你的加油 他說完轉身就走 沉默幾秒鐘 好 馬上一整下氣紅 Q 可不可以讓我做你女友 搶一半進你的心 我會要去分析 或許一定紅兩皮 還盼望你回應 可不可以從現在起 讓我將你搶進你的心 謝謝大家可以 本家運動會就是趣味競賽 跳繩之類的 跳繩的話我們也有做啊 上一次也有跳繩吧 我們的運動會 而且我 欸 我有點忘記我們上一次 成績如何 我們上一次跳繩成績如何啊 好嗎 我忘記了 我記得我們有練習 但是我忘記 喔我們 哎呀 第二名嘛 我知道嘛 總共參賽的選手 好幾組 我們第二名嘛 所以我們是不是第二名 好開心喔 我講過了 太好了 好開心喔 對 我很會用臉接 我的臉很不得了 好不好 我最會算治理了 不是 大學 我大學的時候 有用過我的臉 去接過排球 但是我國中曾經很衰 我只是經過操場 然後我配投臂球打到 我只是走過去了耶 防守分架 直接用臉接球 防守分架 像個失落 Q Q Q 讓我抓你 欸我想問請問一下 我每次女友移動的時候 這樣子 會看起來很慌亂 或畫面不好看嗎 因為我每次女友往前跑的時候 我都會這樣子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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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看起來很慌亂 會嗎 畫面感 還好 我沒有認真看大家是怎麼移動的耶 但是我那一段是要演繹一個 你們知道 女生被告白的時候啊 就是你知道日本動畫或漫畫 不是都會說那種女生要告白 然後就是好害羞喔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不敢走出一步 然後都會有閨蜜 從後面推你出去 然後你就會 啊怎麼會推出去 我原本是想要演繹這種感覺 看起來有點不太像 那你掉進面碗了吧 掉下懸崖間的動作 掉下懸崖間的動作 那你掉進面碗了吧 畢竟面碗就是個懸崖啊 對啊 原本是有 有感覺 滿像的啊 真的嗎有像嗎 物理推 對他其實原本應該是從 朋友從後面拱 就是你要 他剛剛有說那個嘛 周圍瞬間 春末幾秒鐘 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登登登 馬上一整下氣紅 Q Q Q 就是這種感覺啊 QQ啊 往前推 之類的 原本是有這樣子的設定啦 是誰推我 醬油啊 醬油們都推我 有吧你也推我吧 對吧 是不是 是吧 是你推我吧 可以你也推 可以你也推 就是你 哈哈 一個人前進 折磨午後的親吟 我 我 我 你 小巧巧巧 來在你 坐 晚上 嘆氣 你 年終 喜歡的你 又無法 輕鬆就送到 獨家 巧克力湯 那是媽媽 穿上的配方 幫忙跳出暗戀的光 彩白色情人揭菜 緣分還安排什麼期待 連禮物都給不來 怎麼當小就算我否改 彩白色情人揭菜 我的感覺要怎麼辦 我的感覺要怎麼辦 你懂不懂 明明全部跟你有關 彩青館 你懂不懂 好想知道 對 來了 對不推 我發現 這個舞台燈 打下來之後 我們的橘色看起來好紅喔 它超像紅色的 可是這一次的線上公演好像是會讓黃色的那件衣服看起來很像綠色的 衣服 其實現場的衣服顏色又是這樣的概念 但是我很好奇 為什麼我跟好涵比了這麼多次愛心 這次大家突然對於我跟好涵的愛心很有view 以前report從來沒有提到過耶 這個公演已經一年了 沒有人看過我跟好涵比愛心耶 以前看不到愛心 為什麼 怎麼擔心 在白色情人間在 欸你怎麼知道我要cue什麼 你的歐勒摸感覺很手就打好了 在白色情人間在 沒理由的一種愛 仿佛一家也忽然直接學會了愛 太奇怪 在白色情人間在白色情人間裡 不太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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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色情人間裡 唐 果然是現場的人 可惜他當天不能大喊我勒摸 喔 覺得這次的制服抵抗 表情好讚 這次很兩極耶 有人說這次更柔了 動作更柔了 太好了 看我的柔軟度 柔軟度有加分 看看我的柔軟度 有些人做不到這個耶 我倒是還好 這是手部的柔軟度 有些人 就是跳舞跳了好幾年 但是手部的柔軟度不好 但是我是肩膀跟身體的柔軟度不好 這次的制服比較淤淤的感覺 雙人槍 跟子萱雙人槍 雙人槍是什麼 啊 你是說這個嗎 這個 這個不是槍耶 有沒有發現嗎 這個是美少女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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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這樣子比的 這就是意外 因為 有一次練習的時候 然後李夢淳在那一段 搞了一個很好笑的東西 就是 我忘記了 反正他就是比了一個 類似美少女戰士的知識之類的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都都那樣做 我不知道這次李夢淳中間做什麼耶 因為這段其實很free 這段就是我們自己回來之後 隨便自己free 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人到底都做了什麼 但是我好像這一段每次都做的差不多 色愛心是另外一part 色愛心這次好像沒有tag到我 所以在solopart 在轉出去 牽手轉出去之後的solopart 那個是solo 有接到愛心是嗎 就是有 制服 制服點一下 蹲下去的定點 制服點一下 制服點一下 制服點 頭點一下嗎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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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這個就下去了 是這個嗎 這個 是嗎 我原本這次的笑是有點 壞壞的笑嗎 有點呵 有點鄙視眾生的笑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說不定沒有 開場跳出來 音樂點下去 低頭 你說 這個嗎 就是 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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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噵 噴 Y 噴 噴 噴云X 噴 噴 噴-噴 噴 skies 啪 跳出來那裡很好看 跳出來那裡好看點是什麼 跳出來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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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不確定那一段 我每一次有沒有跳的一樣 那一段我好像沒有特別琢磨 但是 我原來只練習 我練習就是 我有一次 然後我那個時候想看位置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頭抬著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然後那個時候 我忘記是誰跟我講說 就說欸 雅安你這裡 頭沒有抬然後我就頭下去 然後我下一秒跳舞的時候 我頭就沒有起來 然後她說你頭是沒有起來 我說喔好 然後我這邊頭再起來 是不是 反正我那一段只記得我的頭 我的頭 我的頭 這次比較有FU 對 原版應該是 打開門 對 我的頭是順控的 可是還是滿多演唱會的話 沒有這個吧 我那時候看的版本 我最一開始看的那個公演的版本 不是在 不是在公演上的 所以 他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這樣子 他他他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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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他要先推嗎 他要先推 OK 門只有劇場才有 嗯 才不會為了這首歌 假裝有一個門好不好 好 線上感覺是看你們走出來的那個盾頂有沒有對到 為什麼推文要防禦 縮起來 怕會攻擊 然後再走藏著你 現在真的是很難 像 就是覺得有點甜 可以再多一點毛四個 呵呵呵呵 只是 SDV4T的版本都沒有 沒有 的都沒有版 對啊我記得 我記得反正我記得有看到第一次是沒有 喔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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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呵呵 呵呵呵 壓力可以大一點 呵呵呵 呵呵呵 毛四 晚安晚安 邪笑 這樣很可怕吧 才不適合在這首歌出現 滅啦 有點面試感 斜笑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三個人這樣笑的感覺差不多 那其他人有笑嗎 其他人 有感覺還好 有一直在笑嗎 這是平均甜 呵呵 我真的是KING笑 哈哈哈哈 這不是邪笑嗎 滅視感 這次不錯平衡 公演這樣 你來啊你啊 你來做我啊 小阿你是不是有濾鏡 你是不是覺得我笑起來就很甜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現在是不是看我覺得笑 我笑起來就很甜 我覺得是你的問題喔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是雲 跟我第一次 雲爛 對啊 MOMO有笑 MOMO有笑 但是MOMO笑起來就有一種 哼 哼 MOMO的氣場太適合這首歌 這是明驚吧 這是明驚吧 也是不是都覺得大家report 不會啊 其實給我report的觀眾們 基本上濾鏡 除了稱讚我的部分 我會覺得這就是因為有濾鏡 不然其他的話其實 我覺得我的觀眾算是非常 給予我意見型的 因為我好像以前也常叫大家要給我建議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的觀眾算是report 算是實用度很高 對 我會看啊 不然叫你們叫report看 老師叫你們叫韓家作業 收了之後 不看 有觀眾會很兇的嗎 也是有啊 也是有 但是目前還沒有遇到 就是 也有遇到 有遇過要就是很強勢的 覺得應該要這樣做的人 但我會 折衷 我會選擇一下 如果我覺得那樣是好的我就會做 不好的話我就不會做 所以 嚴格來說大家給的意見 我也不一定是每個都有做到 有的可能是做不到 有的是努力了 我在努力了 沒濾鏡也稱讚就很棒啊 那對不起 那本老師都有在看韓家作業的喔 有有有 我們都有在看的 我有真的在看的 我可以等在這路口 不管你會不會經過 每當我為你抬起頭 連眼淚都覺得自由 有的愛想要擁住 有的愛想要擁有 黑洞 便宜著 這麼遠 我們沒有在看的 那一望鋒 會抓來你的作業 但是還是要重做喔 他唱錯詞了 我看到他唱錯詞了 看了什麼 我看到他唱錯詞了 如果說你是海上的煙火 我是狠狠的泡沫 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 如果說你是謠言的煙火 謠言的傷人相互 為什麼他的聲音都這麼低 不是追逐著你的眼眸 你的作業被芽芽吃掉了 欸 芽芽 芽芽有人cue你 芽芽 芽芽你平常會吃作業是嗎 我看到我最近看到很多早安蛾 早安蛾 別能躺。 要看我身上臥酷 employee 要走 它們走 在項帶與磅礡卻依然相信彩虹吧 我看出他很緊張了 很可愛 相信彩虹吧 對應該要是相信彩虹 邊失去則是像陽光輕弱 對簡言不對後語 大家都喜歡吃烏猴的作業 鵝很兇 而且我看不出來小安的那個是鵝 就是好潔白的鵝 我以為鵝身上的顏色會比較暗一點 好白耶 對但是鵝很大隻 真的很緊張 欸突然覺得很有自信 看自家偶像唱歌緊張 突然就會覺得自己很有自信 因為就是有一種 原來不是只有我上台會緊張的感覺 突然很開心 感同身受 就是自己追偶像的話就會有這種感覺 之前就有很多歌手都說 就是有些記者會採訪說 就是這麼多次演唱會了 一定很不緊張齁 是什麼心態 然後我就有聽過有人說 其實每一次的表演一定都會緊張 就是就這麼多年了 就算已經出到二三十年了 但是他每次表演都一樣還是很緊張 只是不會讓你們看出來而已 但是他覺得緊張感是有助於他表現好的一種禮器 我也覺得欸真的其實不管哪一次 我覺得每一次上公演都還是超緊張 尤其是前面聽到 然後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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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吸一口氣拿到出去 對 有很多人每一次表演都當作最後一場 但是這個精神其實很難做到欸 這個要很有 毅力 現在緊張不會想出 不能睡 現在緊張不能睡 對 吸一口氣很緊張然後就開始 緊張真的沒有辦法習慣你 而且我發現其實 我 我反而 錄了這個行業之後 比以前更容易怕聲欸 就是 我要開啟社交模式我才會不怕聲 但是 我現在因為錄了這個行業 反而非必要我不會說話 就是 就是 聽到Overture會 情緒會變很緊張 反而會很緊張 對 因為怕錯 這個我猜耳機獎 謝謝 我猜對了 嘿嘿 因為我看到耳機獎進來了 所以 早安啊 緊張也是你自己覺得 還有成長空間來 來 薄依辛苦了 辛苦了 最近還好嗎 身體還好嗎 謝謝耳機獎的紅包 就是 我以前是屬於那種 很不怕聲型的 就是 如果今天這個環境大家都不認識的話 我會是第一個講話的人 就是 我會是第一個想要吵樂氣憤的人 今天生日明天開得 我跟你說 受星加成 受星一定會很幸運 明天一定會一切順利 明天要是順利利 但重點是 今天要生日快樂 我也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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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一定會很順利 開動順利 一球順利 博力PBR 祝你生日快樂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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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 希望開完刀之後可以健健康康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我是不是也有一陣子沒有看熟 我記得嗎 貼寫紅包 剛剛有人喊謝謝 是他也生日嗎 是嗎 點掉紅包了 好可惡 對 只要看面面台的就會一切順利 我跟你說 你今天有看有波比 好我知道了 亞馬遜遜居然是最高是吧 他測到最高喔 謝謝小安 這次的第一名是小易 第二名是一梯 朋友啊順利 順啦 朋友啊順啦 今天先來壓壓驚 謝謝一梯 等一下 我沒有要幫寶X打 打廣告的意思 天啊 那個哈利波特的手遊 已經推出了 我的那個 不好意思我的商店提醒我了 所以我就是感覺好像應該要來看一下 正在下載中 欸我沒有要下載這個啊 他為什麼要給我這個 我意外的被多下載一個啊 呃什麼類型啊 事前登錄囉 已經已經開始下載了 你已經自動燈 自動燈 我也在自動燈中 明天的元氣 我突然覺得追偶像真的是一件很放鬆的 我開始忙之後好像就很少 很少在很認真的 應援偶像 然後突然覺得 但是突然覺得 追偶像那時候得到了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力量 沒有我現在要揣測大家的心境 不是我 我會 我是會 我追的時候 會是會超瘋狂的那種 瘋狂到就是第一線資料會知道的 但是如果不追了就是幾乎連訊息都會 算實的 沒有跟到的那種程度 第一次看到你以為是內向的人 結果是世人不明 欸其實我 我以前很快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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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亞馬遜遜的做我的貓 不要 我不是瘋狂 對我瘋狂的時候 是身家調查各種紀錄 然後是瘋狂到很厲害的那一種 欸不厲害我的應援不厲害 但是就是我會 竭盡我的所能 很努力的找各種我能夠獲得的資料 就是我不會 就像假設這個人出道了十年 然後我十周年了我才入坑的話 我會想要把十年的東西都補起來 我不會想要輸老粉 然後就是 我一定會熟到就是 如果他能夠查到深層八字 我就會連深層八字都記得的那一種 但是 對其實我也很容易忘 欸我絕對不是私生 但我強烈的覺得私生很不理性 我覺得太不理智了 嗯 就是會很困擾的程度 我覺得就是一種心靈寄託 對就是一種 我不會覺得我很了解他 但會覺得就是知道他 假設說可能說跟他 假設都是十月生日的時候 會突然有一種嗯 好滿足的感覺 對所以不是 不是那種感覺 有點像是透過了解他 來獲得我的滿足 我的滿足感 以前的面面很可愛嗎 蛤 有沒有以前的面面很可愛嗎 我以前是很 很很很 嗯 就我以前是還滿 嗨的人 就是會是破冰的機器 然後 我永遠還記得 我國中 的時候 國中 啊 對國中 我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有分一個屬府班級 然後 老師就玩了一個叫破冰的遊戲 然後那個時候 有幾個是我比較熟的同學 從國小一起升上去的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比較怕聲 然後因為國中班級嘛 就是外地 外來的 外 從外地來的人也很多 然後 他們就比較不敢說話 然後我記得那個破冰 破冰的遊戲就有點像是 對外線式 然後 就是有點像是說 嗯 那個 那個 那叫什麼 冰果 冰果 就是 假設 我那時候喜歡靜音雙子 然後我可能填靜音雙子 填AKB這樣 然後我們要找到 有差不多相同興趣的人 然後去圈起來 就找到了之後 就把他圈起來這樣 然後去Bingo 然後看誰 就是興趣有 有對到 對互相交流之類 或者說 可以寫說我是天秤 我是天秤 天秤座的 然後圈起來 無疑都天秤座的人 然後這種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記得我同學很害羞 然後他寫了一個 什麼樣的興趣 我記得也是二次元的 就是類似動罵哪 什麼之類的興趣 然後 那時候他就在找人 然後 我就 他就很害羞 不敢講話 我就直接 就類似說 有沒有人喜歡AKB的 這裡有一個要走AKB的 快點跟他Bingo 他找很久了 我就看 全班都往我這邊看 他後來好像有找到人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找到那個興趣的人 反正就是 我就直接在班上喊 尤其是 不認識的話 其實更容易這樣 更敢這樣喊吧 因為不認識 所以敢喊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 我反而會比較怕聲 但是 就是現在很慢熟 而且 要到很熟很難 就是其實 要跟我很熟 我覺得還蠻難的 我是一個還 蠻難熟的人 好我要去上廁所 那這個 逼迫大家聽一下他的歌吧 老闆安安 嗨 你家老闆 我就上廁所了 跟你們聽一首我比較好 聽廁所好了 我喜歡的孩子 需要分享嗎 好吧 我喜歡的孩子 需要分享嗎 一下嗎 跟你們聽一聲 初步的一聲 還可以 你會 讓我回 你還要把你 看得怎麼樣 你會 先不見 要我 寧願 你會 你會 哪個 我會 只要为 青春都花过 为时不可去 我会 回忆 转重 这些态 愿之勇于收回 因我心中 一生忏悔 一年来回 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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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春秋 生生绵绵 浮花去飞 灯花开去世 再随 迷回你 愿这生生的时光 不再枯萎 再花开去世 再随 迷回 愿这生生的时光 不再枯萎 再回首尖 等 心中余为 一风情就 一生忏悔 一年来回 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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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春秋 生生绵绵 浮花是非 待花开去世 再随 带花开去世 再随 迷回 一生 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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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生绵绵绵 diaphrag开去世 再随 迷回 一生 独一生 独一生 一immer absolut 吵唯 一生 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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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绵绵 潾 pea宾 究竟 乎 襟补 祝 ces 独一生 一生 独一生 独一生 一生 独一生 独一生 X独一生 独一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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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知不觉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天啊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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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不知不觉不知道熊熊刚刚有没有注意到不知不觉她已经被不知不觉的拍到了 希望不知不觉的熊熊要不要后知后觉哦 今天的第四名 不知不覺也到了 YOSHI HERO 恭喜YOSHI HERO 中指筆了 天啊 好棒喔 而且他一開始還不是先告訴我 他選擇不是先告訴我 先告訴了別人 他中指筆怎麼不是先告訴我啊 先告訴醬油很重要嗎 不是應該要先跟主人報平安嗎 紙筆到了 紙筆送到了 結果我先 我怎麼先從別人那裡知道這件事情 你終於中指筆了 對 不知不覺 不情不願又到了箱子口 不知不覺 不情不願 有吧幾乎同時吧 不知不覺 醒不願 會咬到了 溫柔 不達佬 是我的溫柔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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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我不是不打擾的人 我没有哭也没有笑 我没有哭也没有笑 也没有毒嘴 毕竟这是梦 等我中了会先通知了 如果益生俊中了可以画一个我 为什么他中了需要付出的代价比较多 扣子结果 趁机吹稿又来 有耶我圣诞天有成功吹出一张稿 我很棒我有留下来 今天的第三名 耶耶耶 我可以知道为什么邻果 那个一家手下的邻果嘴巴这么像西瓜吗 超红 超红 他的红色也太饱和了一点吧 今天的第三名是 寿星Lingo 真是POPCAT的版本 POPGO 今天的第二名换头贴了 是一个很帅气的背影 这个桥 这个帅气的背影 电梯胸下 现在你有Beat吗 我不是在对傅伟哥讲 居然没有地方可以提 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 对对对对 本次P图 印象最深刻 最彻夜难眠 最转转难眠 一直让我想到 不停的做噩梦的一张P图 就是傅伟哥 天啊 這次一定 謝謝大家購買傅伟哥的聖誕梯 希望大家收到的時候可能會有 隨機出貨傅伟哥特殊版聖誕梯喔 獲得很快 特殊版耶 限定版耶 台灣人不是看到限量就會很想要嗎 限定版 限量 特殊 典藏 珍藏版 收到有一支給我嗎 可以找本人籤 可以找本人籤 廣告与四十步步 有啊有啊 我们有顺便打廣告啊 今天的第一名 今天的第一名就是 辛苦了啊 只比连二 因为 可能是平常对我教大家自应自行的关系吧 明经老师平常对我告诉我们 晕烂要怎么讲 所以晕烂就容易抽到纸笔 晕烂 各位晕烂仔们 以后可以多晕烂一点 就会容易撤中纸笔哦 你看 我们有一个最佳的例子 啊不是例子 最佳的例子 我们有个最佳的明经 恭喜今天的第一名 就是我们明经 就是在素食店开这么多包菜 我也是会害羞的好吗 我朋友就会打电话给我说 我今天打工我看到有一个人 桌上摆满了你耶 另外一个臭刀纸笔的也晕烂吗 好啦 大家 只因为你一直爱我 大家可以love more一点哦 love more 想对你说去晚安 对你说去晚安 晚安 晚安 晚安呀 心情已经睡了 月亮已经睡了 只想对你说一句 晚安 无论阴天下雨 还是多云传情 没关系 有流星 是最甜蜜的证明 无论你的表情 还是你的呼吸 想站立你的心 每一厘米 我在心跳的夜情端 不太奇怪 有小路跑出来 对 我 想 一枕 心 风 与你 雪海 闯进你 微乱涩 的胸怀 胸怀 想对你说去晚安 对你说去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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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下 星星已经睡了 月亮已经睡了 你会梦见谁呢 想听你说去晚安 聽你說出晚安 聽你說出晚安 晚安呀 關了燈的夜晚 那麼多的浪漫 只想聽你說一句 晚安 哎呀 我就才剛看完小虎隊的首語 你知道嗎 耶 暈爛 耶 關了 關了燈的夜晚 晚安 樓下暈爛 樓下暈爛 樓下全部都叫我暈爛 晚安 再見 拜拜